大家好 欢迎观看中华佛运 在佛教中 佛是最伟大的存在 但是很多人却并不能说出太多佛的名号 然而有一位菩萨 你一定不陌生 那就是牵手牵眼 观世音菩萨 难道观世音菩萨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才使得他甚至比很多佛还要出名呢 就算是你不信佛 你一定听说过观音菩萨的大悲咒 即使是你不懂大悲咒的经文 但是你大概会了解他的名字 最关键的就是此咒威力强大 甚至可以了脱生死 今天咱们就讲一下大悲咒神奇的秘密 在佛说大悲心托洛尼经中 就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佛祖释迦牧尼 在观音菩萨所居住的普陀洛加山 为众生宣扬托洛尼 托洛尼就是含有不可思议的 神秘力量的秘咒 咒语的这个意思 故事刚开始就显得特别的不可思议 原本是佛为众生宣讲托洛尼 但是在佛开讲之前 也不知道是谁 就在大会上突然释放出了一个 无与伦比特别强大的光明神通 这个光明不仅将我们整个娑婆的世界照耀 还将施方佛国全部照耀成了金色 南怀金老先生曾经就经历过这么一次大的神通光明 当时他准备在峨眉山闭关修行 闭关前的当晚 南老和十几个和尚就来到了峨眉山的山王庙 布施给闭关守护神 此时南老突然双手喝湿 对佛和菩萨发愿说 我准备闭关三年 若我所求佛法术师 求佛菩萨给我一个证明 如果是真的 我必定弘扬正法 然后双手往地上一拍 结果神迹真的发生了 峨眉山原本就是漆黑的夜空 突然间就好像被无数盏探照灯照亮了一样 而且持续了足足20分钟 整个峨眉山突然被不明的 所以的照亮了 而且这个光明不仅是南老自己看见了 在场的和尚们都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光明 和尚们看到这种情况 接着就跪下来说菩萨 大慈大悲的菩萨显灵了 这个神迹其实就已经够玄幻的 但这次的光明和咱们刚才开始讲的 佛经上记载的那次无与伦比的大光明比起来 简直就是海中的伊丽莎 佛经上记载 这个大光明瞬间就照亮了十方的佛国 一佛国或者是一佛土 也就是十亿个小世界 十佛国更是无边无量 这个光明瞬间就能照亮十方佛国 这是多么强大的力量 在这部佛经中 也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就是如此强大的光明 不仅让我们这些凡人感到不可思议 甚至让主持这次会议的总持王菩萨 都感到无比的震撼 于是总持王菩萨马上就站了起来 双手插掌 注意这里写的是插掌 并非是我们的合掌 因为当他看到这神通光明 实在是太震惊了 所以他就用了这样一个姿势 代表至诚至义的祈求 祈求佛祖一定要给他一个答案 佛经上是这样描写的 总持王菩萨双手插掌 向释迦摩尼佛问道 难道此刻有人突然成佛了吗 不然怎么会突然出现如此美妙的光明呢 恳求佛祖一定要发大慈悲告诉我们 究竟是谁释放出了如此不可思议的光明呢 佛祖说善男子 这光明并不是有人成佛了 这光明其实是一位菩萨放出来的 你应该知道 在这场法会中 有一位叫做观世音自在的菩萨 佛祖随后又说到 早在无量节以前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就已经修持了无量的托罗尼法门 那么这里的无量节 它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佛家讲的一节为一世 然后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从形成持续然后毁灭 最后又变成了虚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虚无之后并非什么都没有 它会从无到有重新开启一个新的轮回 观世音菩萨正是在这无数个轮回之前 就已经修持了无数的托罗尼法门 这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所说的咒语 直到这次法会中 观世音菩萨为了安乐世间一切友情众生 便以这样无与伦比的神通 将这个神咒的力量释放出来 就是希望所有的生灵都去知道这个咒语 去诵持这个咒语 当佛的话刚说完 观世音菩萨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向佛合掌说道 世尊 我今天就要把这个咒语 分享给法会的所有人 这个咒语就是大悲心托罗尼 这便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悲咒 随后观世音菩萨又补充说了下 因为这个咒语实在太强大了 它都有些什么功能呢 它能使世界上一切的众生 得到真正的安乐 我们要注意了 这个并非是我们凡人所以为的普通的安强快乐 它能够去除一切的痛苦烦恼 甚至增长寿命 甚至可以灭除一切的恶业 哪怕你罪孽甚重 十恶不赦 也能消除你的恶业 按照佛家轮回的说法 当恶业消尽 多半的也可以生为天人了 这就是大悲咒的作用 所以观音菩萨对佛祖说 您发大慈悲让我把大悲心托洛尼宣讲给世人 让他们都能知道这玄妙的咒语 佛祖就说 善男子 你真的是大慈悲 你要为众生宣说如此之大悲神咒 现在正是时候 你马上开始宣讲吧 我们现在还回到经书上的内容 观世音菩萨还讲述了一个 关于他自己的故事 观世音菩萨就对佛祖说道 世尊 记得在无量节以前 有一位佛出现于世间 这位佛的名字叫做千光王静祝如来 这位佛很怜悯我 同时也为一切众生就交给了我大悲心托洛尼神咒 并以佛手抚摸我的顶 说道 善男子 你为了未来五着恶世中的一切众生应当受此神咒 使他们都能够得到真正的安乐 随后神奇的事情它就发生了 在千光王静祝如来 教观世音菩萨大悲咒之前 观世音菩萨也刚刚就是转凡入圣 也就是说刚刚获得了出地菩萨的果位 但是当观世音菩萨受持了大悲咒以后 被佛摸顶的那一瞬间 顿时就超越了八地菩萨 从出地菩萨变成了八地菩萨 我们要知道菩萨其实分为两种 一个是圣菩萨和凡菩萨 凡菩萨就是听过学过很多佛法 也愿意去帮助其他人得到无上智慧 但依然是肉体凡胎 那么圣菩萨就不一样了 不但是懂佛法 有修为 还有玄妙的神通 那么圣菩萨也是有等级的 从出地到实地 一共十个等级 你可别小看了出地菩萨 虽然说他刚刚转凡入圣 还是肉身菩萨 没有脱离六道 即便是这样 当他入定的那一刹那 就会产生一百个化身 去往一百个佛国 就可以跟一百个佛学习佛法 而且出地菩萨的功德 使得他们永远不会堕入三恶道 虽然出地菩萨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也有很多不圆满的地方 观世音菩萨在受持千光王净注入来 大悲咒的那一瞬间 便立刻从一位出地菩萨 晋级到了八地菩萨 那么八地菩萨就不一样了 八地菩萨属于法身菩萨 他已经清静圆满了 永不轮回 就等着慢慢成佛就可以了 观世音菩萨手持大悲咒的那一刹那 立刻从出地菩萨进去了八地菩萨 就可见大悲咒究竟是有多么神奇的力量了 受持了大悲咒的观音菩萨 当时也是满心的欢喜 于是立刻发下大愿 如果我未来能够利益安乐一切众生 就让我身上立刻生出千手千眼吧 随后观世音菩萨马上就长出了一千之手一千之眼 那么菩萨这个千手千眼就代表什么呢 其实千它并不是一个实数指的是一千 它不是 而是代表无穷无尽的意思 无穷无尽之手的观音菩萨 才能够同时去帮助无穷无尽 恳求他帮助的人 千眼就是说观世音菩萨 能同时接受到无穷尽的人 向他发出的恳求 而千手千眼帮助无数生灵的菩萨 那么就是大慈大悲 大悲咒的秘密 其实就在于咒语的名字 不仅要慈悲 而且要大慈悲 这也就是咒语 灵与不灵的秘密所在 佛经里面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说的 如果要送持大悲咒 一定要对一切众生发起大悲心 观世音菩萨专门为送大悲咒的人 还发了这四个大愿 第一个愿就是若诸人天 送持大悲神咒 多三恶道者 我誓不成正觉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天人在天上的福报将近 要堕落到人间 天人很聪明 一想三部十二部经 还有一部法叫做大悲心托罗尼经 我赶快念大悲神咒 就不会堕落 马上从天界到观世音菩萨的岔土中去 若诸天人 包括了我们的地球人 送持大悲神咒 不堕三恶道 地狱畜生恶鬼 三恶道不堕 就会到天人 阿秀罗三善道去 那观世音菩萨的第二个誓愿 指的就是 若有众生送持大悲神咒者 若不生诸佛果 我施不成正觉 观世音菩萨是真语者 如语者 不狂语者 不异语者 世间凡夫经常打妄语 骗菩萨 但是菩萨是绝对不会骗我们的 你念大悲咒 你要去弥勒菩萨的净土 观世音菩萨就满足你的愿 你送大悲咒 要去东方流离世界 观世音菩萨也圆你的愿 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观世音菩萨更加的百分之百保证了 所以说你看 由你去挑 去哪一个国土 只要你送持大悲神咒 观世音菩萨都满你的心愿 可以送到那个国土中去 观世音菩萨说 送持大悲神咒者 若不生诸佛果 我施不成正觉 观世音菩萨发过誓愿 决定不会骗我们的 第三个大愿就是 若有众生持送大悲神咒者 若不得无量三昧变才者 我施不成正觉 就是说只要你们送持大悲咒 你们念佛得念佛三昧 你们念金刚经得金刚三昧 念法华经得法华三昧 参禅得禅定三昧 如果想要当法师讲法 就可以获得语言变才三昧 然后第四个大愿 就是送持大悲神咒者 与现在生中一切所求 若不裹碎者 不得为大悲心 葫芦尼者也 也就是说 众生有什么大的人为的 不能解决的问题 求观世音菩萨 都能够得到解脱 这就是我们民间经常所说的一句话 千处祈求 千处硬 苦海藏座 杜仁州 杜仁州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